大家好,我是郑匡,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陌生开发上面的一个小技巧 说到陌生开发,你一定要找到真正对的客户 很多陌生开发做的不好就是因为 他虽然有这个勇气去认识不同的人 但是呢,因为族群不对,就变成了乱枪打鸟 所以我告诉各位,你在找所谓陌生开发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请找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做得非常成功的人 他的客户有谁,那么你去找他的客户就非常有可能可以成功 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呢,在做演讲 在推销我自己的演讲的时候 一开始,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 我呢,就会每天啊,Google Google什么呢?谁比我有名,我就Google谁 比如说,我就Google 邀请王文华演讲 邀请严长寿演讲 邀请沈欣灵演讲 你打了这样关键字之后呢 自然就会出现一堆曾经找过他们演讲的单位 那么我在主动接触这些找他们演讲的单位 成功距离非常高 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单位已经找过这些人了 于是,表示他们有演讲的需求 需要讲者的需求 于是呢,看到我资料自然就会接受我啦 对不对? 所以呢,请记得 你一定要像我一样,想办法找到这些本来就有需求 而且是很确定有需求的这些客户 强力,主攻他们 相信你会和我一样,case源源不绝的进来